今天很高兴的由我为大家来隆重介绍一下 参网最新发售的第12代 J6412 6413四核心六网口205G的软路由 先说一下它的产品定位 它是介于4125还有5105之间的 它的性能会比4125好很多 然后比5105弱一些 但是它不会像5105那样过了死机 还有金融性问题 相信大家对5105都有自己的看法 当时也不知道是谁把5105给炒起来的 说到4125 它到现在口碑还是一样非常好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品它解决了11代5105的问题 还有i225网卡的问题 而且它还配备了6个i226网卡 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i225的第四版 据说它修复了i225的问题 英特尔推出12代产品线之后 口碑都挺好的 这次的新品它的功耗 它的发热量很低 不会像5105那么热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它之所以这次发热量会低 是因为它砍掉了发热量高的M.2固态插槽 改为了Mθ插槽 其实作为软路由或者公控机 Mθ是最好的选择 它的寿命很长 可以持续的7x2 14小时的高负载运转 就比如说上网自家的Mθ固态 其实是镁光铁牌的 MLC颗粒 软路由一般都是被动散热的 所以说你尽量选择散热面积大的 这样的话散热会好很多 当然了你加点风扇也是可以的 如果大家对新品感兴趣的话 在拍下的时候不要急得付款 你可以备注一下 是从我这个视频Kator这里看过来的 然后也跟客服沟通一下 这样的话店长会给你特殊的优惠 或者你想买其他新衣的机型 你也可以以优惠的价格获得 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